大家好,我是你们最爱的琪琪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我在大高山上啊 再看我这个头发吧 全都湿了 现在这个大雾啊 特别特别大 如果说在我们居住的地方啊 在我们我们家居住的地方的话 是现在这个时候啊 它是没有雾的 而且呢 或许呢 还有小的太阳啊 但是呢 在这个大高山顶上来的话 这里上面全都是雾 雾霾 全都是雾啊 然后我还穿这么厚 看一下 穿这么厚 这里面还是毛毛的衣服 看到没有 还是毛毛的衣服啊 总的下面看 还是毛毛的衣服 所以 所以这样穿起来都感觉有点冷 太冷了 受不了 然后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 分享一种植物 特别的漂亮 它的名字呢 叫铺地物工啊 铺地物工 但是呢 在做盆栽啊 做盆栽盆景这一个 尖神呢 现在非常受大家的热捧 它叫荀子 荀子 看一下这个荀子啊 是红花荀子啊 红花的 这荀子呢 有红花和白花两种啊 红花和白花 还有纸花啊 但是今天在这大高山上来的这一种呢 是红花荀子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雾啊 雾太大了 所以这个 这个花苞 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这个荀子呢 这个叶子啊 非常的小啊 叶子小 而且呢 这个这个根状啊 看起来 这个非常的漂亮啊 像这一种啊 就是丛林啊 就是丛林 这个荀子的丛林 这么大一个丛林 非常的漂亮 做盆栽 或者做地栽 都非常的美 现在这个季节呢 这个荀子呢 是开花了 如果说是等到冬天啊 那么他他挂滚了 他的果子一直要挂到现在 不过我在这一窝上呢 没有找到那个果子啊 没有找到现在还有的果子 看一下这一棵吧 这一棵 大不大 看看这个花 漂不漂亮 全都是红花 而且这个叶子小不小 非常非常的小 非常beautiful啊 哎呀 哎呀 看一下 这个花非常小啊 非常的小 看一下 哎 这里还有果子啊 我拿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果子啊 这就是果子 那果子呢 已经不红了 已经腌了 然后 看一下 这是红花的啊 红花的群子 红花群子啊 这一棵是毒杆上来的大树形啊 看一下 毒杆上来的大树形 啊 这是大树形的群子啊 非常的漂亮 然后呢 这棵呢 是丛林形的啊 丛林形的 看一下 这个花呢 要没有 这个花要粉色一点啊 这棵这棵的花是要粉色一点的 那一棵的话呢 是要红色一点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啊 看一下 仔细看一下 这棵的是粉色啊 仔细看一下 然后又来这里 仔细看一下这一棵 这棵是红色啊 红色 所以这个花色也不一样 还有的是白色啊 有的是白色 所以这个花色是不一样的 你喜欢什么花色的群子的 给我自一身 我让你看看啊 如果说你想喜欢这种丛林啊 这种群子丛林装 也可以给我自一身啊 不 这个视频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啊 喜欢我的朋友跟我说一下 喜欢我的群子的朋友也跟我说一下啊 这个我已经单身了好几年了 是吧老婆被厂家回收了 没办法 现在单身喜欢我就 大胆的给我表白呗 我脸皮这么厚是不是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啊 我们下个视频见 吧